北京时间今天二十十分 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使用长征二号柄运载火箭 成功将亚太六翼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五四三二一 电话 该卫星主要用于为东南亚地区 提供高通量通信服务 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 第四百六十次飞行